杨超越称正在承受幸运之后的代价,网友评论态度大逆转。 创造101最新一期的排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,这已经是总决赛前最后一次排名了。 在总决赛之前,各位选手最后发表了感言。杨超越也最后发表了感言。 而网友们对他的表现的评论却出现了大逆转,和此前完全不同,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近日,创造101最新一期排名火热出炉,孟美奇稳居第一,王菊第二,杨超第七月,比上一次排名上升两名。 之前杨超越排第二的时候,因为实力和人气与排名过于不符,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和diss,当时杨超越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拳网黑。 这一次杨超越的排名虽然还在前十一,但是明显比较符合他真实的实力和人气,所以网友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。 在最后一次排名后,所有选手都发表了最后感言,杨超越也不例外。 杨超越表示,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属于过A班,还表示自己之前之所以能排第二完全是因为幸运,然而每个人都要承受幸运的代价,而自己正在承受这种代价。 似乎是排名不再靠前,杨超越整个人理智了许多,不再喊些就是我粉丝头的,我就站在这里这种傻话了。 而网友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,完全不想以前一样一看到他就不停地骂。 有网友表示他确实从来都不属于前十一,不管从实力,努力,还是表现上来说,而他站在那么高的位置,争议肯定也更多。 我看到这段发言只觉得emmm,就算站到你的位置上,我只会觉得应该想如何让自己能更快地成长起来,而不是让别人来体谅你一下,当明星必须要有实力啊,唱歌跳舞哪怕一样突出都行。 你实力都没有,也难怪别的小姐姐的粉丝来骂你,别哭了,真的。 大家喜欢杨超越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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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